本王才不可怜他 牙尖嘴利 他才不会吃亏 本王可怜的是那孩子 也不知这毒府 这会儿会如何教坏那孩子 小雨晨觉得 温锦定会对那孩子说他坏话 不知为何 他就莫名在意 自己在那孩子心中的形象 带他回过神来 才意识到 竟悄悄摸进了梧桐院 阿娘 我错了 你打我吧 错哪儿了 我不该跑出去玩 给阿娘惹祸事 这你就说错了 今日的祸事不是你惹来的 是他故意找上门 人有争夺之心 就会害怕 他害怕了 才会上门挑衅 我们不怕 所以随他怎么蹦他 阿娘不怪我 你没做错事 我怪你什么呀 如果下次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不叫人随意欺负了你 我就奖励你 红烧井里怎么样 那怀王爷也太坏太糊涂了 我们不要住在怀王府了 小雨晨立马把耳朵贴近窗户 他倒要听听 这毒妇会如何编排他 臣飞圣贤 难免有一页账目的时候 如果我和别人打起来了 你帮谁 我当然帮阿娘 对啊 他也一样啊 那侧妃是他兴取的娇妻 他自然会帮侧妃的 但你瞧最后 他知道自己理亏了 不是带着侧妃走了吗 这就算认错了 一个大男人 就是堂堂王爷 有认错的胸怀 就可以称之为大丈夫 小雨晨浑身一震 信接着 他脸上热辣辣的 今日竟是他小人之心了 他没有对那孩子 讲自己的坏话 反倒夸自己是 大丈夫 谁在乎他是不是夸 本王还用得着他夸 他伸手摘了一只水灵灵 脆汪汪的胡瓜 明明是青绿色 为何叫黄瓜 这群阳奉阴违的狗奴才 平日里给本王吃的 都是假的胡瓜吧 他平生都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胡瓜 又脆又甜 这清爽的味道 舒适的口感 叫他整个人都 神清气爽起来 来人 吩咐厨房 本王今日要吃胡瓜 胡瓜有那么好吃吗 能让吃惯 真凶美味的王爷 都没飞色 去告诉管家 把王妃的嫁妆 抬去梧桐院 一样都不许少 是 本王还没沦落到 要靠女人嫁妆过日子的地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قول